字幕志愿者 李宗彤 大家好 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浪姐四今年将再次加入踢馆赛制和复活赛制 复活赛将于四宫舞台进行录制 而根据知情网友透露 复活赛将会由前三季姐姐作为帮场嘉宾 各自带领一位已经淘汰的姐姐参加复活赛 目前复活赛帮场嘉宾名单曝光 全是高人气姐姐 第三季前三名全员回归帮场 第一季帮场的姐姐分别是李斯丹妮 玉可维和孟佳 三人都是最终成团出道的姐姐 而孟佳最终获得了第三名 还获得了最喜欢宝藏姐姐的荣誉称号 她通过这档节目成功翻红 目前更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李斯丹妮则是第四名 她是内地歌手 演员 模特 在参加节目前她都快胡了 但通过浪姐她也是快速翻红 如今她各种商务不断 更是各大综艺节目晚会 都纷纷向她发出了邀请 玉可维则是第六名 她是通过芒果台选秀节目出道的歌手 她的唱票能力非常强 特别是她的唱功非常深厚 她回归担任帮场嘉宾 可以说非常加分 第二季的三位回归嘉宾 分别是极客俊逸 江应龙 龙祖儿 极客俊逸是通过浙江卫视中国好声音出道的歌手 每季节目都有通过浙江卫视选秀出道的艺人参加 不过走到最后成团出道的只有极客俊逸艺艺人 龙祖儿是香港著名艺人 在参加节目前她人气就很高 而在浪姐播出后 她的人气更是高增 目前她正在参加浙江卫视的天赐的声音 在节目中她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喜爱 她与其他歌手的合作 也受到了很多网友的称赞 江应龙也参加过芒果的选秀节目 而她也是帮场嘉宾中 唯一一位没有成团出道的姐姐 她与其他人相比 节目结束后 获得的商务不如其他姐姐 不过作为专业歌手的她 唱功还是非常强的 第三季的回归帮场嘉宾分别是郑秀妍 于文文和王心灵 他们三人也是去年的前三名 王心灵第一名 她出舞台通过一首爱你成功翻红 为她节目组还修改了剧本 她一路冲进决赛并且夺得了冠军 郑秀妍是第二名 她也是首位参加浪姐的 在国外发展的外籍艺人 她作为韩国艺人唱跳能力非常强 而在成团出道后 她一直留在中国发展 前不久她还参加了一档舞蹈节目 在节目中遭到淘汰 也是冲上了热搜 于文文是第三名 去年她的争议很大 不过她的实力也非常强 而在节目结束后 她受到了很多殷宗节目的邀请 目前她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中 值得一提的是距离去年的浪姐三结束不久 他们几人的热度依然非常高 因此与他们几人一起合作 在复活赛中拿到高票数的可能性非常大 特别是王心灵通过去年翻红后 目前她的人气都非常高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